原标题 幸福于传奇色彩的许氏友上将,当年在延安也曾被囚禁受审过。关于这段历史,说法有很多种,五花八门,但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?曾经在许氏友身边工作,过十几年的李永春说出了其中的真相。李永春多次听许氏友上将说起自己在延安被囚禁的那段历史回忆, 许氏友在延安被囚禁的来龙去脉,有比较清晰的了解,许氏友深受张国道的偏爱,许氏友能打仗,特别能打大仗恶仗,许氏友性格直爽,说话不绕篮子,直来直往,有时说话很不雅还会发脾气,张国道也不计较,许氏友每次打了大胜仗回来, 张国道总是和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,一到前往看望委问,张国道更是格外器重许氏友,还经常利用着总场合像毛泽东,周恩来,朱德等谈起许氏友, 为许氏友大洋英明,由此许氏友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,张国道作风不正,兵办之后,中央全面清算张国道的队形,在红军大学学习时,红军大学经常召开对张国道的批判会, 许氏友是很重情义的一个人,在一次批判会上,他实在没忍住说,为什么说张国道是逃跑主义呢? 中央就没有逃跑,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? 如果说是逃跑,都应该定为逃跑,这句话一下子捅了马蜂窝,许氏友被当作张国道的徒子徒孙, 严家批判,开始计划逃跑,被林彪支的后林彪亲自策划抓捕许氏友的行动, 关押在延安,毛泽东曾两次探望着力,化解矛盾, 许氏友等人被逮捕后的第二天,延安最高法院,开设特别军事法庭, 公审许氏友等组织反革命集团,拖枪逃跑,叛变革命一旦, 与此同时,有人主张许氏友是主谋, 手犯,态度恶劣,单判枪决,决定结果被毛泽东知道后, 毛泽东认真琢磨,想许氏友的情况, 感到案子有出入,行使了否决权,在许氏友被囚禁期间, 毛泽东首先托人给许氏友烧去一条哈德门香烟, 还指派徐向前到看望过摸摸许氏友的底,见时机成熟, 毛泽东先后两次到禁闭窑洞,看望许氏友并与其促膝谈亲, 令许氏友大觉意外,大受感动,大为振奋, 毛泽东第一次看望许氏友,看到许氏友还戴着手铐, 他要求随行的警卫人员解开,坐到土炕上, 给自己点了一支烟,也给许氏友点上一支烟, 和他推心致富地谈起革命道理,说明张国道的错误所在, 第一次看望谈话,许氏友虽然没有说什么, 但他有了安全感,对毛泽东已经充满感激之情, 没过多久,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关押许氏友的窑洞, 看望许氏友,这次,毛泽东一见面就脱了帽子说, 氏友同志,你打了很多仗,吃了很多苦,够辛苦了, 我向你表示敬意,毛泽东的开场白, 再次拉近了与许氏友的距离, 又紧接着给他分析张国道, 对了预案有过贡献,这是事实, 但他分裂党,分裂红俊,这也是事实, 他犯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,性质是严重的, 这应该由他自己负责,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, 毛泽东还特意对许氏友说, 你不要被思想包袱,中央相信你,我毛泽东相信你, 你和一些人想回四川去,不是搞什么反革命集团, 不是要倒反,是以时思想想不通罢了, 许氏友听到这里,不禁心头一热,他没有什么苛求, 只求别人理解,感动得热泪夺矿而出, 那天,毛泽东和许氏友输了很多, 临别时,还和许氏友一起轻轻唱写了红军歌曲, 经过这次事件,许氏友铁心紧跟毛泽东, 保卫毛泽东,至死不休,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